阿姨 阿姨 您知道吗 我这好朋友钱多多 她是一跨过大企业的总监 她吧 学历好 待遇高 人长得好看 还温柔贤惠 她上的厨房 还下的厅堂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她也是叶老师以前的学生 是吗 她上班学那会儿 她就安恋叶老师 这叶老师不是结婚的吗 人家没值得呀 但是 我最近听说叶老师 又回复到单身生活了 作为她好朋友的我 我必须帮她撮合撮合 对吧 太好了姑娘 太好了 你说这姑娘的条件 我真喜欢 钱多多 钱多多 你说这名字也有福气 钱多多 你说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你们要早点来呀 我贵贱不能让那个姓逢的 进我们家门啊 真是家门不幸 家门不幸啊 阿姨 您这消消气 是这样的 你没遇见那差的 你怎么知道现在这好 对吧 再说了 缘分这种事 一点都不管 刚刚好 是啊是啊 人家说了嘛 男人三十正当年 你们这些当学生的 一定要给老师 好好 撮合撮合 好好 来吃点水果 辞职报告 经慎重考虑 现辞去设计师一职 不是早间吗 这个季度我们采用了最新的弹性面料 在制作成本上降低了10% 那么这个化学成分 是以哪个区域为准的 这 这是根据 大家必须要清楚 我们的产品 不光是针对亚洲市场 而且 还要针对欧洲市场 国内的化学成分是16% 而国外是10%以内 这样的话 我们损失会很严重 这个责任由谁来负来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 我 哎 从前怎么对这些数据这么清楚 他那个不是人脑是电脑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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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请帮我查一下 生活秀公司的电话 哎 哎 对对对 你等一下啊 先生 我有信念吗 等一下 你好 请问 是生活秀公司吗 请帮我找一下你们的设计部总监 什么 我 啊 我是他妈妈 啊 设计部的总监就我一个人 您是 多多 你妈妈的电话 啊 不可能啊 真的是你妈 嗯 她说找你啊 喂 妈 怎么真 喂 喂 请走啊 哎 多多 多多再说 哎呀 明轩回来了 啊 明轩呢 妈 看看谁来了 叶老师 你怎么找到我们家来了 哎呀 是来给你介绍对象的 不到家里来 难不成 还得到学校去 走走走走走 叶老师 就想问一下 跟钱多多的事 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有什么可考虑的 我们俩根本不合适 哎呦 怎么不合适啊 你看人家姑娘啊 长得漂亮人品好 长得又多 我看最合适了 叶老师 你也别太优柔寡断了 既然 都已经离了 对吧 你就应该大踏步 寻找新的幸福啊 就是 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幸福 去耽误别人的幸福吧 哎呦 那怎么就能是耽误别人的幸福 你是缺胳膊了 还是少腿了 你堂堂一个大学教授 跟他钱多多也是蛮合适的吧 我看这个钱多多靠谱 就是就是 我知道你那股痴情的劲儿 但是啊 你用错地方了 你说你要把那股痴情的劲儿啊 要用在一个好姑娘身上 你现在呀 就不是你今天这个样子 哎 你说那个冯青妍跟你离婚 到底是为什么呀 归根结底 还不是因为你没钱 你说你一个大学教授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你怎么能满足他对金钱的那种欲望呢 我看这个冯青妍呢 就是一个蛀虫 他跟你在一起 就是为了炸你 妈 别当了我学生面说这种话好吗 我这个人呢 就是想到哪说呢 我跟你说阿姨 不瞒你说 我呀最烦那个女孩子啊 图男人的钱 我要一看这种情况 我就觉得那女的不是好东西 阿姨 阿姨 您这话有点严重了哈 这 谁也都希望物质生活过得好点对吧 这个 嫁给有钱人也不是他们的错 其实 他 他们挺无奈的 是啊 是啊 阿姨啊 这原先呢 我以为你们是小孩子那的娃儿 没想到你们当真了 那今天呢我正式告诉你 我跟钱多多不合适 这件事我完全不会考虑 怎么不合适了 你刚刚不是还说考虑考虑的吗 叶明深 你这种消极抵触的态度 到底是为什么呀 你不说 你不说我心里也清楚 怎么着 嫌我是你后妈没资格管你是不是 我没这个意思 那你是为什么呀 嫌我把冯青妍逼走了 故意做给我看的对不对 你不明白 这里边很多的事情你不明白 它完全不符合逻辑嘛 打住 你少用心理学那一套来分析你嘛 如果你要打算用终身不许来对抗我 那你也就错了 我跟你说啊 你妈这一次也就豁出去了 我现在也算看出来了 这一辈子耽误你婚事的 不是冯青妍是我 好 我走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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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你别走 叶老师 对不起啊 我又闯祸了 我走吧 我走 我走 你走什么呀 你别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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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你们都别走了 那你怎么着啊 涵衣啊 你就帮我 越前多多见个面吧 哦 我走 你都不要走 对不起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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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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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杜 怎么了 不舒服啊 晚上吃辣的吃多了 其他胃疼 来 先坐一下 等一会儿啊 喝点热水 舒服一点 谢谢总监 你到底吃了多少辣的呀 我去给你买点药去吧 不用 不用 我喝水就好了 谢谢总监关心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您澄清一下 其实那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 我曾经跟您说过一句话 当时我说的时候真的不是有心的 您别往心里去啊 什么话 我知道了 小弟弟 等你比我强了以后再来找我 这句话我早就忘了 我也早忘了呀 前两天不是你提醒我的吗 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有的人这么无聊 因为一句话记了那么多年 那你以为 我像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一句话就能记这么多年 如果说我真的记了这么久的话 你觉得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 坐在这里喝茶聊天吗 那你来报复我吧 我知道 你不就想出口气吗 不用担心 我这个人公司分明 我不是那种跟女人 斤斤计较的男人 女人怎么了 你去哪儿 我等回家了 你现在回家 那我送你吧 不需要 我好多了 真的没问题 没问题 那好吧 小心开车 不管怎么说 谢谢您今天晚上对我的照顾 走了 你那不去那报 我什么还看东啊 天儿 你那咋呢 怎么了这是 你看你爸那形象 像不像老年痴呆 圆圆 怎么了 一个玩具熊引发的宣 你最好别问 问多多对你没好处 吃饭 快 爸你要再不吃菜就凉了啊 你就吃你的吧 管他干什么呀 我和你爸现在世子生活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婚姻大事 这事解决不了啊 你爸就不吃饭了 他这事啊 绝食抗议呢 你懂不懂 谁绝食抗议了 我还是下午那句话啊 结婚这事咱们不要逼孩子 这次来北京啊 可不是随随便便把孩子嫁出去就完了 我怎么说你没完了你 我们在家不都说好了吗 这次来主要是让孩子过得更舒服一点 等他生活稳定了 自然就会有心情谈婚论嫁了 多多呀 我跟你妈可都商量好了啊 我们出钱在北京给你买套房子 没事没事 你妈妈把家里存款都带来了 妈我现在觉得租房子挺好的 不想买房子 能不能过一段再说呀 我跟你妈都仔细想过了 你呀 刚刚升职 工资虽然提高了 可是要买套房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这样 我们出钱啊 给你付首付 以后你慢慢还房贷不就行了吗 一个女孩子 不但要有好的工作 还要有房子 车子 这些可都是资本啊 你成房奴了 我这那都是面条的事 我不需要 那我压力更大了 怎么能叫房奴啊 房奴指的是那些 因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那些人吗 你现在一个月工资这么高 怎么叫房奴啊 多多啊 你现在取得这些成绩可真是不容易 也该过过那些舒服的日子了吗 过什么舒服日子呀 人家孩子不愿意买 你逼他干什么呀 我说老吴啊 你怎么一天一个主意啊 买房这事不是你先提出来的吗 行了 吃你的饭吧 去 抱上你的熊 我不给你抢了 我抢我也不给你 再找这个吧 妈 别说了 工作上的事呢 妈妈不参谎 我和你爸一样 你是不是总监 职位是高是低 挣多少钱都无所谓 妈 你正好 能别告诉我爸吗 在杭州 寒衣说我赚的那么多 把牛皮吹得那么大 我都 女人这辈子呀 你慢慢体会吧 对了 多多 网络征婚的事呢 妈妈给你承认错过 没事 妈 都过去了 再说了 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 为我着急吧 没事了 妈 你知道就好 妈妈 准备换一个方法 既然那网络是虚的 那咱们就来点实在的 最起码 让你见到南风之前 我得见到真人 你说是不是 对 对 那你早点休息吧 这招不是更狠吗 还见真人 面对着母亲一次又一次的催促 钱多多却并不着急 她坚信 感情和事业的成功道路 就在前方 目前那条路 不过是在施工中罢了 媛媛哪 快过来 这这么多人我看不清的 你帮我看看 哪个 东东姐 对对 东东姐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这昨晚不跟你打好招呼了吗 网上相亲不行 那我们就来看看 你周围的真人呗 这是我的公司 你怎么 你还想不想 想不想让我待下去了 这太过分了吧 妈 妈啥呀 多多姐 反正你都要辞职了 反正你都要辞职了 这不错的 哪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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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老哥我跟我当帅 那您注意点行不行 都是我的同事 您给我留点面子 同事好啊 有共同语言呢 要不你老怪我 光想让你结婚 不考虑你的感情因素 我就是考虑你的感情因素 才到你公司 来给你顾色人选的 这人不错 多多 这人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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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我们公司特出名 真的啊 我跟你说我急坏了 你知道吗 不是说好了一起吃饭吗 你又丢下我一个人不拐是吧 他怎么 怎么这样的 让我起鸡皮疙瘩 什么呢 你看我这指甲 好久没做了 晚上带我坐鸡皮疙瘩 就好吧 哦 我觉得我们可以的家店 特好你知道吗 那个鸡皮疙瘩 做得最有水晶 你这心中 现在的孩子怎么一把不学好呢 我觉得挺好的呀 妈 好吧 我去跟他接触接触 嗯嗯嗯 算了吧 若是给你找老公 又不是给你找妹妹 哎呦 这么大的公司 也不靠谱了啊 您终于知道了 以后啊 别老说我 别老在我身上找问题啊 那我求求你了 我这马上上班了 什么事儿咱们回家说 行不行啊 哎呦呦 晚上下班早点回家啊 如果顺利的话 妈妈今晚上给一个惊喜 一个大惊喜 走走走走 我们就打过去 再见了豆豆姐再见 再见 新的战役又要大小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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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 有照片的要照片 没照片的就用相机偷拍 好 出发 是 干吗 妈亲啊 干吗 什么情况啊这是 你看 你看那两个都白头发的都来了 都老头老太太 我又不能发现老头老太太回去吧 回去吧 回去吧 不行 不行 元言 我来都来了 我现在明白了 全都是我这样的 父母啊 代办的 没事 元言 咱先进去啊 汤汤露子 好 元言 照点好了 你俩都不好看我 你赶紧赶紧来我一样的 你赶紧赶紧自己呢 你说出来不出�了 洞至 reveals 很好看 一天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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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愿 简历呢 简历呢 这照片 真要给兔兔去找老头啊 哎呀 哎哎哎 你们好 你们也是来相亲的 对对 孩子忙也不休息 我们呀 我们帮他选选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 那你们孩子多大了 在哪儿工作呀 二十九岁 服装设计师 还不干什么呢 高级白领 是吗 那真不错 也该到孙孙的年龄了 是吧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也觉得 年龄太小 也不合适呢 二十九岁也不大嘛 对了 您儿子有照片吗 我们能拿过去一张吗 儿子 你们家孩子是女儿啊 这女孩二十九岁还不大呀 这 我的女儿啊 今年才二十三 干吗 人家家也是个闺女 我说你怎么 你也不问清楚性别再跟人打话 也是啊 这真是的 这也太不科学了 那应该在大门口每个人举个牌子 说明自己是来找儿媳妇还是女婿啊 不好意思 干嘛呀 你找对事你还要举个牌子 有不行啊 你别挡了 你好 你好 哪儿是好的呀 闺女闺女 您正好 您看 上边 你送给您这儿 我来 你看看 这后边还有铁画 都合适了 陪你们这铁画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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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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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喂 国才 一米七九 七十五公斤 单位劳模 有住房 至少这人品啊 应该是不错的 身高体重也標准 我看这个 还行 你看劳模还有住房 加上三十多岁了 肯定是个踏实的孩子 那要不就她吧 那收工了呗 别别别 好多埋套 得多挑几个 这个变为种子选手 这个地方真不错 终于让我看见一点曙光了 干嘛 这个地方哪儿不错呀 还不是使您看照片 还不是在网上聊聊 还能聊两句 聊什么呀 胡说八道 那也叫聊啊 聊了半天呢 也许人家根本就没打算 要跟你结婚 是谁在那儿 骗财骗色呢 你看看国财 至少是个踏实的孩子 比你长得强多了 孩子 叔叔还差不多了 什么孩子 那么大岁数 白脸大准 这孩子 你原怎么贴 你知道许总天 用什么牌子的香水吗 我每次进去送文件的时候 都感觉自己要窒息了 这男人 闭着眼睛闻 都充满了魅力 你醒醒吧 不要被他外表给蒙蔽了 他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没关系 蒙蔽我吧 玩命蒙蔽我吧 我永远永远也醒不过来 那我您还要赶紧醒醒吧 你伟大的许总监呀 他就是一草包 什么呀 知道我前两天去他办公室 我看见什么了吗 他的办公桌上 居然摆着设计师入门 你说都总监级别了 还看这么幼稚的书 他就没有真本事 他就是一小屁孩 也不知道怎么着 混到咱们公司当总监来了 真棒 什么就真棒 完美男人啊 你们知道吗 这说明他们家有背景 你们想啊 咱们公司到后门都能走得通 那得有多大靠山啊 真没想到许飞是这么一个人 难怪他把我们之前工作 都交给伊丽莎白他们 他呀 肯定是怕多多比他好 把他从总监委之上挤下来 那要这样的话 多多以后你可就惨了 我不怕 反正我马上要去澳达了 你知道吗 澳达说了要给我加薪 并且我在英国所有的费用 他们全部保肖了 啊 多多姐 你真走啊 对啊 我在这干嘛呀 等死呀 我下午就去找你伟大的许总监 向他正式递交辞职信 许总监今天没来 打电话关机 问秘书说韩国出差去了 他现在去韩国了 为什么现在去呀 靠谱 钱多多不知道的是 许飞的所谓的出差 不过是一个机口 此时的他 处境和钱多多一样 他那精力充沛的母亲 除了撮合他和田惠子之外 还在替他物色 相恋的人选 妈 你们俩在那干嘛呢 多多 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下班呢 来来 我和你爸都等你呢 不一定有密谋什么呢 坐下 坐下 好 什么意思 妈 看看 这三个你喜欢哪个 这是啊 你妈妈在相亲 morning 大会上的战果 还选一把下了 这是最后三强 妈 这人是个队影 您看得不难受啊 这长得也太呆了吧 不喜欢 这人比我还瘦 又白 长得比一小鸡子似的 你看你看 我说咱们姑娘看不上了 你们两个就一个劲儿为难我吧 一个在家待着闲着 一个挑三拣四的 妈 我这天到晚上累死了 您说你老大妈也给我看照片了 能有感觉吗 您现在放我回去睡觉 明天我再看了 没准就有感觉了 等你有感觉呀 我都等了好几年了 这 这还有压箱底的呢 这个呀 是我和你爸一致通过的 这个人呢 你不建议的建 建议的建 时间都定好了 明天你下班呢 就过来 我和你爸呀 在那里等你 我还没思想准备呢 有什么好准备的 感情这东西啊 讲究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越准备越紧张 越紧张越没情绪 妈 您说得太对了 您说您现在天天逼着我 见这个见那个 给我开张我开相亲 我一天到晚都紧张死了 我怎么水到渠成啊 那我放松放松 别逼我了行吗 我觉得这样 多多说的有道理 你别说话 多多 妈妈给你浇个石底 我是不会比你结婚的 但是结婚这事啊 你得有压力 一想到结婚 你的心里啊 就应该是警钟长鸣 我和你爸爸 现在所做的一切 就是在你心里啊 放上那么一个小警钟 对不对 老钱 对对对 警钟长鸣 警钟长鸣 这个道理呢 就像搞传销的 人家买东西 根本不把你的产品 当回事 怎么办呢 你就得一遍一遍地说 一遍一遍地洗脑 到最后扛不住了 东西就买下来了 这还说不是逼我呢 这个比喻也不恰当啊 反正啊 就是那个意思 今天不早了 赶紧休息吧 爸 这什么事啊 多多啊 要我说呀 你大叔去见一见 像你这成天在办公室里猫着 也没机会见外面的人嘛 也许你妈妈真漫天撒网的 有可能碰上合适的 你妈妈的 天撒网 你再人两天 就几天你都挺不过来嘛 到时候等你飞到英国 他们就管不着你了 就自由了 老大 有大情况 什么大情况呀 你知道不 麻烦来了 来看亚洲区总结会 刚到 你说什么 他爱有脸来 多多 马文的出现让钱多多乱了阵脚 一想起自己在爸妈面前出进了阳相 他就恨得咬牙切齿 小多 小多 快 什么意思啊 马总结 你别这样 我怎么了 我现在跟你记不在一个项目又没有任何关系 您作为一个已婚的男领导 在公司的大门口跟女职人拉拉扯扯的 像话吗 都是我的错 我向你道歉 我不需要道歉 结婚是每一个公民的自由 我只想告诉你 这个婚我没有结成 一一啊 阿姨问你 那个 易老师脾气 好不好啊 脾气啊 挺好的 等会儿啊 易老师来的话 如果我们不满意的话 我们就不绕弯子了 直说 明白 叶老师 多多来了吗 多多 多多 多多没来 他爸爸妈妈来了 胡闹 你别走啊 你还等半天了 可是我怎么说呀 阿姨 阿姨 来来来来 你看谁来了 好 来来 进来啊 介绍一下 这位呢就是叶老师 叶老师 这是多多的爸爸和妈妈 来来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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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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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今天真的没想到婚童的 叔叔阿姨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应该换身衣服 不会那么随便 自然点好 又不是什么面试 小伙子 我跟你阿姨啊 经常听那个 一提醒你 今天我们呀 就是见个面 大家聊聊天 阿姨一看小伙子不错 文质彬彬的 你表堂堂 一看就是老师的气质 阿姨 阿姨 要是好吧 好好好 别钱多多还说我多管闲事呢 多多不懂事 回头啊阿姨去说他 阿姨啊 其实啊 我真的没那么好 哎呦 你看 人还这么谦虚 真是难得呀 不像有些小伙子 毛毛躁躁的 不踏实 是是是 哎呀啊 你看人家啊 都没有这个教授的架子 平易近人的 对对对 很难得的 小叶啊 不不叶老师啊 您看啊 你们年纪也不小了 特别是多多 我们两个人呢 真是着急呀 所以呢今天呢 就来问问你 你们先俩啊 谈得怎么样了 下一步有什么想法没有 不是啊 注意点节奏 别太急了啊 我们就是来问问 叔叔阿姨啊 其实我跟多多呢 不算恋爱 你说呢 依依 你 你谈恋爱又没带着我 我怎么知道 对吧 我的意思是 我 我 我跟多多 真的不合适 不合适 为什么呀 多多是个很优秀的孩子 我知道 她只是 学位总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我也知道你说这个不合适 是怎么回事 其实呢 我当初也是觉得你们俩不太合适 后来呢 我也想开了 你说你都这个岁数了 谁还没有点过去呀 叶老师啊 你和你 那位你们 我们 断概念了吧 不 我们离婚了 好 那就好 你这个什么小叶 那个 你放心 我们两口子 不是那个老古董 不管怎么说 也是吃了几年的墨水 是不是 主要人品好 肯上进 脾气合得来 离过婚呢 我们是不忌讳的 你放心 那个什么 小叶 你们 肯定没孩子吧 没孩子 那就好 那就好 那个老秦那你表态吧 我表态 那个叶老师 我认为啊 离过婚啊 就不是障碍 最重要的是你跟多多 你们俩之间的这个感情 谢谢阿姨和叔叔的理解 多多上学的时候 我就非常喜欢她 当然 我说的那种喜欢不是 不是那种喜欢 是老师对待学生的那种喜欢 这些年呢 我也知道 多多挺不容易的 能在社会上 能打拼到现在这个样子 真的不容易 多多是一个好姑娘 人品好 人又漂亮 而且呢 事业非常好 我是说 她一定会找到一个 合适她的男人 希望叔叔和阿姨呢 在她的婚姻大事上面 千万不要给她太多的压力 我是想说 你们都知道我的情况 我跟多多真的不太合适 你听说没 钱多多这两天跟那个新加坡那个总监 一定拉拉扯扯的 所以以前挺亲密的 现在怎么回事 是吗 我倒听说 钱多多从前跟那个总监 倒是有过一段 真的假的 是的 我就算是在那里多好年前的事 许总监 这是您要的图稿 这么快就完成了 您不是说要在演示会上用吗 所以我们就快把嘉编的赶出来了 妨碍你跟马文用餐 真的是很抱歉 你有什么话就请直说吧 没有 没什么了 多多 大家都是公司的员工 你还是要注意点影响 注意影响 我真没有想到 许总监也是这么八卦的一个人 对 我跟马文是谈过恋爱 不过我们已经分手了 与其您让我注意影响 不用亲自打电话给她 叫她不要来骚扰您不下的员工 马文她在骚扰你吗 这是公司吧 打听别人私事不好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就先走了 我看你脸色怎么不好啊 你要注意身体啊 依依 那个名声已经见过多多的父母了 他们什么态度啊 多多的爸妈特别喜欢叶老师 他们发话了 只要是叶老师点头 他们就回去做钱多多的工作 太好了 太好了 你说我还被这事担忧呢 看来现在也是多余的 我就说嘛 他们两个很般配 郎才女貌 你说他俩咋能弄不到一块去呢 可不是嘛 我看着也是十二分的般配 你说你跟名声说吧 一说这个话题他就扯别的 一说这个话题他就扯别的 整得我真是也没办法 我觉得吧 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东风是什么呢 叶老师的心结和钱多多的扭念 咱们啊经常把他们约出来 让他们多了解了解 时间长了心结也就打开了 也就自然走到一起了 对吧 还真没看出来依依 你分析得太好了 我没发现 你看问题还蛮透彻的嘛 这经历的事情多了吧 看问题自然也就透彻了 阿姨我们别说这个了吧 要不我们就说说叶老师和钱多多 好 咱不说你了 你再给阿姨说一说 他们爸爸妈妈是怎么说的 我特别想听 对吧 我得掌握情况啊 然后呢我再去跟明生说 如果明生还是这么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管他了 我就直接去找他钱多多的父母 上门提亲 我说咱们就别瞎掺悟了好不好 你看人都到了我们就走吧 给他孩子留点私人空间嘛 秦天员 你少给我提索这两个字啊 我今天都要看看 多多是怎么跟男人约会的 你好找出问题所在 肥中下药啊 我先别把这些刀叉了 那福年不告诉你 要从外往里吃 你说我们来这么贵的地方 不是为了这个这个气氛吗 不行我还要给你打算带 别闹别闹 不是刚才是是 不是这么办 爸 哎 哎 我过去打个招呼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跟踪我啊 好像是我比你先来的吧 好像是我比你先来的吧 应该是你跟踪我吧 我是来吃饭的呀 那 那我也是来吃饭的 都到了 哦 我是飞儿的妈妈 你好 那你在网上见过呢 哦 网上 好 一定又这样吗 心情还稍够吗 可能 我也就成了些什么吧 你说我时间就会 重担你起回忆到底 到底 你想说的和想要的什么 你有爱过吗 总得真心过吗 哪怕 所以去忘年就该回答 出了那句话 出了放松那句话 什么坏的姓名 出了那句话 让我去相信 放松 我是不相信你会 接受 你都爱着 爱抗斗 你最不想再回头 你都爱谁会接受 要定得这样吗 别让我去相信 放松 我只相信你会 牵着手 你都爱着 爱抗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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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爱着这些呢 你都爱着? 你都爱着有什么